小姨呢 妈 结婚家来了呢 那个 我妹夫妹给家了 没有啊 找她有事啊 我找她没事 找你有点事 我你别告诉她啊 我啥事啊 还不能跟她说呀 那个 我就是 想要出去旅游去嘛 旅游是好事 行 溜溜行 我喽 手里边哪有点紧吧 想找你借点钱 不是 你找我借钱 你也知道这家吧 我不管钱 你妹夫的仪吧 你说一个月就给我十块八块的 撑死了说能多给我五块钱 你给我借钱没有啊 你想想找呗 那玩意 我想啥找啊 找我姐要去吧 我旅游不带你借去 我带你借去的话 我就不找你借钱了 不带我借去啊 那你想借多钱呢 借八千就够了 八千 那是俩人俩人溜的是吧 你这别管了 你听 知道太多了 对你没好处 那啥 我借你也行 但是吧 我得出交题考考你至少 你也知道现在骗子我 万一你说你让你装棉被 你会不来家政啊 我钱不打碎片了吗 本家都没有用的 那棉被都安心搅 都搅完了 你不是说话哥 我这书听你答不着吧 好 第一题听好了啊 你说这个什么鸟它不会飞 什么鸟不会飞 小鸡 小鸡 笨鸟先飞 那不也会飞吗 鸵鸟 第二题啊 这算你答对了 说 什么墙没有砖 什么墙没有砖 防火墙 智商一下上来了 我这忙 别看你姐夫这智商不行 但是电脑玩得非常溜 知道吗 那啥防火墙喀发了 最后一题啊 什么土 它不长草 嗯 你竟敢在那扯毒的 那是土就得长草 那只见有不长草的土啊 那咋 做绝育了 做什么绝育 等你答下来 我要告诉你答案的话 跟你说这八经关系我戒不了了 啥土 混凝土 还有的吗 这不是水泥吗 你别管他水不水泥 他是不是不长草吧 那小姨子 别给姐夫拿把钱 哎呀 我要是敢给你拿钱的 我爹都死的了 我去给他尴尬 别多当我烧血 去 拿去 挂换一个 我把钱拿到 无本事 我不要要 我给你拿去 你拿出来 你这些公司 你那些公司